我願以致誠 為我個人 為我的家庭 為我的四建會 為我的鄉村 為我的國家和其他自由國家 訓練我具有 健全的頭腦比研究理想 健全的心胸部發展平靜 健全的工作以改善生活 健全的身體以赴社會 其他こと把大藉口在後面 你可以面對我 哪邊都會沒有 和其他人活動 因為我們去看 所有的心胸部發展 你可以做個小藉口 我選擇你的歷史 全世界會 是一種六息的理念 是無國界的 其手 然後 身 心 健全的 發展的種子 这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 然后协会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活动 然后主要是在推广青年的教育 然后所以我们的对象有青年 还有四件的都指导员 然后跟我们还有一个义务指导员 所以我们有三种不一样的对象 然后针对这三种不一样的对象 我们会开不一样的课程 然后去推广我们的教育领域 这些工作人员是教育师的学长 我们提倡就是在座中学习 所以我们很多的课程安排跟活动的安排 都会是有一个学习的目的性 比如说我们今天安排一个游戏 它就不会只是单纯的游戏 在这个游戏的背后一定有它的目的 然后这件会在做的是 就是让会员能在这样一个正向的环境下成长 第一印象是 第一次接觸到事件會是在我九歲的時候 是從我小學四五年級的時候開始 我大概小學的時候就知道事件會這個組織 我是從高一的時候加入事件會才開始參加事件會活動 在小時候是一個很多同儕就是很多跟你同年級的夥伴 然後他們都聚集在事件會 那都會一起去可能參加作業組啊 然後或是一起去參加一些活動 生活中大家會主動找我們這些新面孔玩 然後就覺得這個地方很溫暖的感覺 在這些兒童營的當中就跟一些大哥哥大姐姐有所接觸 然後受到這些大哥哥大姐的照顧 所以對我來說事件是蠻溫暖的一個地方 在事件會裡面的會員們就是同伴們 其實都蠻熱情的 大家都很配合就是在主持活動啊 大家都會回應你 或者是說需要幫忙的時候 就也會有人馬上站第一線 然後就衝出來來幫忙這樣 事件會是我的青春 因為出生到現在 就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啊 就是台積離不開我 最吸引我的地方是有一群夥伴 因為事件會常常辦很多活動 那我們就是一群人 然後像搭在一艘城上 然後朝同一個目的地出發 就是一群人 事件之一 接下來本方的議員 你們懂嗎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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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念我具有 政權的頭腦以突破關卡 政權的心胸以公平競爭 其實我不是一個講話很注意自己的聲音 或是咬聞絕肢的人 但是就來到事件會協會 然後有很多的活動場合 都需要一個司儀或是一個主持人 所以我很常就是 臨時就接受到一個任務 然後就要說 欸 那雨林這一場活動就讓你主持喔 然後我就這樣被Cue上去了 當下的我 一開始剛錄協會的時候 我其實不太適應 然後也會覺得很擔心很害怕 剛進入像真的事件會的時候 我是拿麥克風會 講完一句話就趕快給別人的 但是現在不會 我會就是 講完幾句話 可能再補充介紹一下自己 因為可能有些心面孔不認識我 那我就會讓他們認識自己這樣 然後我們大農會就是 鼓勵我們都拿起麥克風 發表自己的想法 大農會事件會就是 我們以前都會 在開閱歷會 邀請所有來參加的 這批學員也好 或是來參與的人員也好 都一定要先做過自我介紹 那 那 這我覺得可能對大家來說都是簡單的 就是你只要起來講的話 但是當你拿到麥克風的時候 其實你還是會抖 就是你還是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 整個在事件會對我影響 我覺得 是讓我能夠很有勇氣的去拿起麥克風 那 這個勇氣也不只是拿麥克風 還有其他可能 我以前不敢嘗試的 那我就會願意在事件會 這個地方去嘗試我任何不敢嘗試的挑戰 事件會也蠻多舞台是可以讓 大家去參與的就是不管是拿起麥克風 或是去在幕後協助的 其實對不管對什麼角色來說 都是他們的舞台 剛開始的時候會非常的緊張 因為總是會有第一次遇到大舞台的時候 雖然每一次上來都會很緊張 但就是 也是很 每次都還是很享受在舞台上面的過程 其實對我來說 就是每一次活動都沒有 都沒有一次是非常完美的 但也因為有了這一些經驗 就讓我覺得說 那我下次還要再更好 所以就會繼續想要在舞台上面 這樣子闖蕩 這樣子 因為從大學之後 就開始參加全國性質的活動 然後就也發現說 其實事件會在推廣的是 培養青少年的正向發展能力 然後也教了蠻多青少年的一些軟實力 就是在平常在學校裡面 是學習不到的一些能力這樣子 我們會是用Hotchair的討論方式 那現在在議會中有出現著這麼一張椅子 那接下來沒有正方發言的時間 也沒有反方發言的時間 只要你們想 只要議員們有想要發言的話 就可以坐上這一張Hotchair 謝謝 我願以致誠 為我個人 為我的家庭 為我的四建會 為我的鄉村 為我的國家和其他自由國家 訓練我具有 健全的頭腦以運用思想 健全的心胸以發展品性 健全的雙手以改善生活 健全的身體以服務社會 這邊有的協會 所有的衣服都在這裡 看能力 可以自己處理 好 到時候你就點這些衣服 好 莫子 這邊有的協會 所有的衣服都在這裡 小心喔 這邊 好 這一次最近的活動是林秀營 然後我是隊服長 那我的職責呢就是 是和幹部們各個組別 跟隊服之間的橋樑也是 跟學員最貼近的一個職位 所以要怎麼讓他們可以 就是順利的完成行前作業 然後能夠知道工作團隊 那要給他們的東西的意義在哪裡 工作人員可能就是做一些 整個的規劃 壓力相對來說就會比較大 從到8月23那個禮拜 就突然就是決定說要以線上方式 來舉辦李秀營 所以在短短的時間內 把所有實體的課程 然後轉換成線上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滿大的挑戰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 擔任李秀營的工作人員 所以在第一年參加工作人員 就遇到一個這麼特別的方式 可能在這之中 在文書或者是在更多的 跟長官或者是講師在接洽的時候 可能會有更 更懂得如何去修飾自己該說什麼話 這一次當的是副招兼客務組 就是我自己覺得 就是所有組別裡面 客務組的東西是最繁雜的 然後又兼職了副招這個角色 然後副招的話就是 他會比較需要是去幫聳招 承擔一些可能工作團隊的心情 那剛剛好這一塊就是 是我比較不擅長的 所以也摸索了很久才知道說 我副招的定位到底是可以如何去實行 當學員過程中就是 其實我們就不用多想 就是盡力的學習嘛 但是當工作人員的時候 我們就會一直想說 要怎麼樣把我在 之前那個當學員的感動 來帶給就是一樣跟我 懷抱著這一些想要學習的動力的 這批學員能夠帶給他更多的學習 然後盡我的所能能夠 把我能夠帶給他們的東西 就盡力盡力的深 然後讓他們是 也能夠在這個我很感動的地方 學習到我那時候的所有的 學習到的能力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一家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特質 就是大家都很溫暖 而且就跟我們的主題一樣 Spark是希望大家是很勇敢的 那個狀態跟樣子 我們這屆領袖營的主題是 Spark 星星之火 然後是期許來參加領袖營的學員 都可以從星火 就是天上那個星星的星火 化成傳承的那個星火 然後回到所屬事件會 像這事件會去持續的回饋 我們會讓他再重新檢視 他自己在營隊中的學習 跟他原來對自己的認識 是不是有一些什麼樣的不一樣 這樣子 所以在這邊他可能要去克服的是 我們希望他不要滿滿的來 能夠帶著空飛來 所以他的學習會更多 這個星火 是很感謝你 那些黃曖 我們會有人提供 我們會跟他